接下来我要介绍散步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客户 客户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建立的 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跟我们买东西 然后我们得到多少利润 然后我们把这两者之间关系画出来 客户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有客户名称 没问题 客户名称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客户名称 请问这客户名称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值 这边客户名称我们放了值 没错 这个放在值里面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计算次数 计算次数是在算什么 我稍微把这里面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不然你看不到算出来的结果 看得出来吗 这是不是写了一万 好 请问客户名称这边我先切换到计算次数 所以算出来这个一万是指什么意思 这个一万是指我有一万笔记录 就是这边客户的名称 我这边呈现 呈现他的计算次数 就是总共你算了一万个客户 有没有问题 计算次数是一万次 可是通常我们会需要的不是资料记录 有几笔 当然有不同时间点的需求 我如果想要知道总共客户数有多少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值客户名称 切换变成计数相议 所以我们有几个客户 771个客户 可以吗 请问一下 以色奥里面如何计算这件事 相议那个韩式是什么 一样 C-O-U-N-T 然后后面 相议的英文单字是什么 V 对不对 你在骂人吗 听得懂吗 C-O-U-N-T-A在计算什么 这我想应该都要知道 这应该是基本的以色 我们这边就不研究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我根本就不用去写什么韩式 它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好 请问我们这边是不是有771个客户 对不对 不管客户出现几次 它都算一次 这种算法 好 真的 在很多地方 这个算法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先把这个值 这个客户名称删掉 重新放进来客户名称 因为我这边 我这边我有771个客户 对不对 然后这771个客户 他的销售额 所以销售额打勾 还有他的利润也打勾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分别呈现 他的销售额跟他的利润 这个字太小了 所以呢 我现在我们换另外一种图来呈现 请问资料表的呈现 好 为了让你们看到 所以我还是把那个 我还是刻意的把这张资料表 字的大小 格式这里面 是不是有直 直 然后我把字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那个各客户 我刚好像按错了 我按到产品名称 我把客户拉回来 客户名称 我把产品名称给删掉 好 各客户的销售额跟利润 是不是都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以前我们经常呈现 资料表的方式 可是我现在希望说 我们用视觉画报表来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画散布图 为什么画散布图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散布图的 X轴是销售额 Y轴是利润 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我先把格式设大一点 X轴设大一点 例如说设到20 然后 Y轴设成也是20 Y轴就是利润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然后自行的设成黑色 好 刚刚那张资料表 你知道要呈现完毕 你需要花多少张A4的纸吗 你这么残忍要烧多少张 多少数 现在我们是不是一个散布图 就把它存过后画完了 对不对 而且这张图可不可以去做分析 当然可以 我只要两条线我就画完了 我只要再加两条线 请问一下 利润 利润这边 零这条线有没有问题 利润 利润 放在零这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销售额放在什么地方 平均值 平均值 我们一般都希望 我们都一般都希望什么呢 这条销售额的线会落在 这个地方比较好 还是中间比较好 还是右边比较好 这是画完图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思考的 好 来教各位画辅助线 因为以色谣里面不是滑足右键点 他就可以画辅助线吗 请问一下 利润我放在零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利润不是画平均线 同意吧 同意 同意 我们是画零 不是画平均线 销售额 我们就是画平均线 可以吗 方便我交两种线 方便我交两种线 可是你真的一定要懂 像昨天有个人问我说 为什么台币的计算 台币的计算 他用那个 INP这个韩式 算完之后呢 他说那里面为什么要加0.5 为什么要加0.5 我说好棒哦 你要是以后都问爸爸的话 那你将来一定会很厉害 因为 因为 因为他今天他要去考试 他就说 你只要告诉我怎么解决就好了 我明天就要考试 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道理 突然他问了我这句话 我就告诉他说 因为我们在做数字的45入计算的时候 我们取INP这个韩式 如果说今天 如果说今天 那个 我们算算是25.1 我们会发给他26块 可是INP呢 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个.1给删掉 所以呢 为了预防这种情形 干脆把所有的数字全部都加0.5 这样子的话 假设 假设今天是25.9 他是不是也是发25块 对吧 听不懂 算了 那个0.5很重要 就是说 他说什么 YouTube不管是看哪部影片 全部都加一个0.5 然后他就问我说 那个0.5重不重要 我说很重要 你要是不放那0.5 等一下 请问你 那个电脑在核算的时候 错一个 错一个 就是 等于说个位数是有错的 请问你 他是不是就完全不给分了 对吧 电脑计分就是这样的 请问你 如果说 一个小时 停车费30块 你停了一个小时 又一分 一秒 请问他是会多收你 半个小时的钱 对不对 没得商量吧 你要跟那个机器商量吗 如果那个人是收费人 你可能 我才多一秒 你能不能就不要算我那个30块 人可以 机器不行 你错 个位数错 就是错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要画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什么呢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这个地方 滑鼠右键 我们先看这边是不是有销售额跟利润 所以来去画分析线 分析线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先画那个销售额 销售额我们用的是平均线 所以在这边平均线 平均线 可以吗 平均线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加入 然后接下来以这边的量值 量值 量值是什么意思 量值是一个已经计算过 已经经过计算或经过比较的一个数值 好 这边这边这个量值 请把它切换到销售额 可以吗 销售额 这边是不是有一条很浅很浅的线 你要不要把它省一点 可以啊 透明度请关掉 那个虚线可以 色产 色产我们设为黑色好了 黑色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销售的平均线 没问题哦 接下来我先把平均线这边 这边请注意一下 平均线可以画几条 平均线 如果我要考试 我真的会觉得要考这一个题目 平均线最多画几条 两条 就是x轴的一条 y轴的一条 可以吗 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 加 可以再画第二条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画了 因为第二条 我不是要画平均线 我要画是0 这条线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y轴长束线 y轴长束线 所以加 这个值我要设为0 色彩设为黑色 值设为0 透明度把它关掉 好 在这边我们有两条线 这两条线可以让我们去看到 我们到底哪一个客户是好客户 到底哪一个客户是不好的客户 请问一下 这个 在两条线交界右上角这边 我们叫第一项线 这边叫第二项线 就是在那个销售额 平均销售额左边 以及利润的上面 这边 这叫做第二项线 这叫第三项线 这叫第四项线 那请问一下 第一项线的客户是好客户 还是恶客户 好客户 为什么销售额高利润高 对不对 这种客户是我们需要的 可以吗 好 第二项线的客户呢 是好客户 还是恶客户 好客户 对不对 只要你有给我利润 而且这个销售额还就是那个利润还蛮高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好像就是这个正常来说 正常来说 那个销售额会随着那个利润上升 对吧 这边大概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好 那请问一下 第三项线 这是好客户 还是恶客户 恶客户 下面都是恶客户了 对不对 哪一个比较不好 第三项线的客户比较不好 还是第四项线的客户比较不好 第四项线 可以吗 你看有两条线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划分出来 如果我今天我有新产品 我有新产品 我是不是应该要想办法 先把客户先分类 分类 好客户 例如说A好客户 B好客户 好客户A 好客户B 恶客户C 恶客户D 可以吗 我就先把客户分类 当我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我要通知那些恶客户C跟恶客户D吗 不用吗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 我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会不会需要学会如何把客户做分类 这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客户一做完分类 我们还希望来去做什么事情 资料列表 汇出去 资料列表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是这边不是有这个点点点 有看到吗 汇出资料 他就把资料可以汇出去了 有看到这个点点点就在做这件事 好了 这是散布图 可以 接下来我要教你动态散布图 对了 请问一下 这边最差最差的客户是叫什么名字 本来你去看资料表 你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客户最不好 对不对 请问为什么刚 我一讲完问题 就有同学可以直接回答我问题 这就是这张图很棒的地方 你们说是不是啊 谢谢 所以最不好的客户是不是这个 为什么你不说如阴 或者是如阎 如安 我不知道 安 好 如安 可以吗 那最好的客户我觉得应该是他了 徐才 第二好的呢 黄磊 可是黄磊这个人 对我们来说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销售额很高 利润不高 可以吗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 你觉不觉得动心所有客户跟我们之间的一个那个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以免到时候呢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做预防保健 我是不是要 例如说要寄通知 你如果说寄给那种 他应该会来做筛检的人 你这个通知是有效的 有意义的 对不对 如果你寄给那个从来都不会来 你就算通知他时时他也不会来 那你是不是要先把他过滤掉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会来或不会来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透过一些演算法 或者是这些方法 这些工具的一个计算 可以了解 例如说好了 我就先找嘛 这个假设我现在要寄通知 就两年以上 十年以内 他曾经有来做过一次筛检 给我寄通知 这不是也是一个方法吗 那那种什么 十年以上从来都不来的 我干脆 你觉得政府机关是答的每人都通知吗 不可能嘛 我们一定是要善用我们的资源 然后去想办法提高民众的预防保健 好 那我们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这是散布图 然后借由这一张图 你可以很轻松的去算出来 哪些客户是好客户 哪些客户是不好客户 甚至把这张资料表汇出 这都可以做到 这都可以做到 最好是日后我们来去做分类 来去做分类会更好 因为这边的分类一点都不好 这边自动寻找 重极就是分类 好 所以暂时先不教 好 我们现在要教你 这个叫做散布 散布图分析 就是去找出来是好客户 还是恶客户